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2023年谈婚姻绿卡的一些新政策,新动向。 我们以前有一些视频讲到亲属移民,包括这样的婚姻绿卡,就是说如果你和美国公民结婚,或者绿卡持有人结婚,情况会怎样? 简单来说,和美国公民结婚会比较简单一些,只要你是合法入境美国的,哪怕身份过期了,哪怕过去有非法打工的经历,未经许可工作,违反移民法的这样一些经历,也可以不影响你的绿卡批准。 如果你是和正在办绿卡的人结婚,那么可以作为副申请人,也提交你的485,然后取得绿卡。 那么这个视频着重讲到的是和绿卡持有人结婚这样的情况,这个在亲属移民里叫F2A类别, 这个在过去的四年里的呢,一直都没有排期,那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但是呢,最近有一些变化,根据最近的动向呢,我们看到这个绿卡排期Visa Bulletin,它分成两部分,对吧? 一个叫表A,叫Final Action Date,另一个叫表B,Filing Date,那么根据表B呢,目前2023年5月还没有排期,所以现在呢,如果你和绿卡持有人结婚,配偶可以给你提交2130,你自己呢,马上也就可以提交I485, 不需要等待,但是这样呢,是因为这种亲属移民呢,现在是根据表B,Filing Date,然后呢,不需要排期,但是现在表A,Final Action Date,已经需要有两年左右的排期时间,这个说明什么呢? 第一,你虽然可以马上交485,但是交了以后,可能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两年以后可能才能拿到绿卡,当然赛翁师马,你到那个时候呢,已经结婚超过两年,拿到的呢,应该就是直接10年有效的正常绿卡,而不是只有两年有效的Conditional Green Card,条件绿卡,当然这是另一回事, 那么你在提交了I485以后呢,当然也有各种便利,不需要别的签证身份,就可以在美国生活工作,也可以用EAD工作,可以用Advance Pro旅行,这些都是优点,但是呢,毕竟呢,如果你拿到绿卡以后嘛,再办入籍啊,或者说再有其他的考虑啊,等等啊,那像这样呢,要等的时间更长,所以呢,要说2023年嘛,这个新变化,第一,排期可能即将出现,那怎么应对呢? 那你尽快准备,如果有结婚的打算,可以考虑在近期内结婚,提交申请,来避免排期问题,一旦排期要是出现了,比如说你和绿卡持有人结婚了,但是一两年还不能提交绿卡,那怎么办呢?在你的排期排到以前,在你能够提交I485以前,你还需要在美国保持独立的签证身份,比如说F1或者H1B等等,要等待的时间也就更长,这是一个变化,另一个变化呢, 移民局对于这类申请审查更严格,道理很简单,因为现在呢,在美国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当然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那么H1B呢,抽签,中签几率越来越低,那很多留学生呢,面临有出路问题,当然也有其他的来自美国的人,对吧,有这个走线入美国的,也有用其他的签证方式到美国,然后就留下来逾期的,对吧,等等,那像这些人里呢,无需会言,也有很多人,他是考虑, 通过与绿卡持有人结婚的方式,来解决他的身份问题,那么这样的呢,有的是真实的婚姻关系,也有的呢,他就是通过所谓的伤婚,两个人协议,只是为了办理绿卡,并没有真正的婚姻关系,那现在随着这个绿卡申请形式的变化,像后面这种可能会越来越多,移民局也注意到了这种变化,我们看到的情况,现在很多申请人,正常 办理绿卡的,不管是 复申请人,这个配偶,还是亲属移民,都 更多的被移民局 要求提供婚姻关系方面的证据,两个人 共同生活的证据,等等 所以呢,有的人婚姻关系是真实的,但是呢,因为 两地分居,或者因为别的原因,复杂的历史,等等,那么 就被申请被拒,或者被要求补充材料,那也有的人 本来这个婚姻关系就存在有问题,那么移民局呢,会有 面谈,interview,以及也会有到申请人家里的 这个看访,会考察,移民局呢,一般会有他们的 合同公司,请人到这个申请人家里,去了解 然后呢,还会问到附近的邻居,等等,那我们也听 说过,了解过,看到有 这样的情况,有的人 因为婚姻真实性方面的问题,遇到了 移民局的质疑,然后呢 导致申请被拒,或者更严重的后果 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最近 出现的变化,总体来说呢 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 婚姻移民出现的一些新变化 尤其是和旅卡持有人结婚,但是也包括 比如说,作为配偶,作为副申请人,以及其他的 类型的婚姻的亲属移民 一个呢,旅卡持有人的配偶 很有可能快要出现排期 要抓住窗口机会 另一个呢,移民局对于婚姻关系 有更严格的审查 需要相应的做好准备 有更多这方面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谢谢